好 新聞一開始 我們先帶您來聚焦 是各大報的頭半頭消息 0403的花蓮大地震 全台現在累積有10個人死亡 1099個人受傷 仍舊是有705個人受困 還有15個人失聯 失聯者包括了 有4名的外籍人士 救援人員仍舊是持續的搜救當中 原本中斷的東部交通 在經過工程人員漏夜搶修之後 鐵路在昨天一早就搶通了 台九線下清水橋斷裂 則是以臨時的便道給替代 而預估在明天晚間的 6點開放小行車通行 氣象署現在統計到 昨天晚間的10點 已經有超過了400起的余震 但是余震的頻率穩定遞減當中 花蓮再度發生規模7.2 更大的地震的機會是不高的 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3號 在華府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 就表示說 美、英、澳共同投入的AUKUS 潛艦計劃對於台海在內的狀況 都能夠產生巨大的影響 路透就解讀 這將能夠協助台灣抵禦 中國大陸的行動 美國國務院的第二號人物 副國務卿坎貝爾3號就表示 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的 潛艦計劃可能有助於 嚇阻中國大陸 讓大陸方面不會對台採取任何行動 澳美也進一步指出 坎貝爾暗示萬一真的兩岸之間爆發了戰爭 AUKUS幫助澳洲打造的潛艦 可能就可以派上用場 從遠距離發射常規炸彈 突然把它找到 普通關於一場電影 任何人物理想 香港大陸方面 天上在河之間 成功為一個的人物理想 分別 參考了 感谢观看